面对一位大妖黄的时候,他们能够感受到的,都是来自于灵魂上的压迫,他们的血脉之力,在大妖黄面前想要引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这就是实力,绝强的实力。 在绝对的压制力面前,无论有多少斗志,似乎都变成了无用功。坐在之前,经奉大妖黄下首位的那位天狐族青年缓缓站起身,目光看向面前的诸位家里成高层,淡然道,从现在开始,大妖黄缅下开始调查此次事件,在没有得出调查结果之前,各位都不得离开此地,直到调查结果出现为止。 黄金鹿妖黄冷声道,我们都是一族之主,大妖黄调查事件也与我们无关,你又是谁,有什么资格禁锢我等。 天狐族青年微微一笑,道,我是谁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有大妖黄的法旨,你们不服气的,可以离开试试,未来清算时,自然知道后果。 黄金鹿妖黄眼中寒光闪烁,但确实是美感行动。 大妖黄的威压在整个妖怪族之中实在是太强了,这是真正站在妖怪族巅峰的存在,这样的存在也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。 未来清算的意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。 家里成无黄,而金凤大妖黄这位新黄却是无成。 更重要的是,这位金凤大妖黄本身乃是变异血脉,并没有什么嫡系族裔,所以,他成就大妖黄之后,立刻就有众多强者投奔。 一位新进的大妖黄,无疑是最值得投奔的。 同时,因为没有太多自身族裔,投奔他,也就意味着有可能获得重用。 在场的各族首脑都不是傻子,自然明白,金凤大妖黄前来家里成真正的目的是什么。 调查冰龙大妖黄事件不过是个影子,更重要的是立压家里成,从而夺取这座城市。 红湖妖黄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,低眉顺眼地坐在那里也不吭声。 哪怕是之前在会议中表示对孔雀大妖黄支持的各族首脑,此时也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,只能是保持沉默。 面前这位青年明显连神级层次都不是,可是,却能够在一众金凤大妖黄带来的强者之中作为第二首脑,正是因为他乃是天狐族后裔,天狐族被称之为妖精大陆的先知,天狐大妖黄也有大贤者,大先知之称,掌控着整个妖精世界的气韵。 任何一位天狐族人都是被尊重的。天狐族族人数量稀少,每一位无论是去了哪个种族,都是绝对的上兵。 但天狐族秉性骄傲,他们只会跟随那些气韵极为强大的存在。 所以,唯一能够真正拥有天狐族投奔的方式就是,成就大妖黄。 每一位大妖黄都会被天狐族派遣一位族人跟随,辅助。 惊凤大妖黄这名跟随的天狐族青年,修为还没有达到神级,但就算如此,也没有谁敢小看他。 天狐族青年转向与自己同来的众位强者,淡然道,请齐宇、丁浩两位客亲,携带下属将孔雀妖族的直系血脉都请来此处。 两名中年人站起身,他们看上去都是人形模样,唯一不同的是发色。 其宇的发色是赤红色的,而丁浩的发色则是水蓝色,非常的醒目。 他们之前一直都是跟随着惊凤大妖黄前来,自身并没有散发出什么血脉波动。 但此时,当他们站起身的时候,当家里城一众高层因为天狐族青年的话语勃然色变的时候, 恐怖的血脉威压骤然从他们身上迸发而出。 针凤血脉?黄金魔节网倒吸一口凉气,脸色也是变得一阵难看。 是的,这两位客亲身上迸发出的,都是凤凰血脉的波动。 那种来自于血脉上的强大威压,并在场中为家里城高层都不敢动弹分毫。 大妖王,这竟然是两位大妖王。 论个体实力,论血脉,应该是都能和孔雀大妖王媲美的存在。 这可是真凤大妖王啊! 在大妖王之中,都是顶尖的存在。 这次金凤大妖王的到来,绝对是有备而来,连大妖王都带来了两位,其压迫的目的可想而知。 原本还准备怒斥的众位家里城高层脸色都显得有些苍白,在两名真凤大妖王面前,他们又能发出什么声音? 更何况,跟随着金凤大妖王前来的可不只是这两位,那十几位强者之中,除了两位大妖王之外, 剩余的至少也都是妖王层次的修为才对。 全都是神级以上层次的强者。 两位真凤大妖王自身血脉气息都是暴涨。 暴涨的血脉气息瞬间就向周围蔓延开来。 下一瞬,在城主府后方,两股强悍的气息也随之迸发而出,硬顶着两名真凤大妖王的气息。 两道荧光几乎是瞬间闪现,两名老者的身形也随之显现出来。 一男一女,面容看上去都很年轻,可一头银发以及眼瞳中带着的沧桑味道显现着他们的年龄。 好久不见啊! 汪家兄妹! 丁浩大妖王面带微笑地说道, 两名孔雀妖族的男子淡淡地道,你们竟然投靠了林西墨。 启语道,良情择目而期,免下成就大妖皇位格,又是我们同族,自然是最值得投靠的。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,我等可以为你们引荐一二。 汪寒,汪雨,难道你们还要陪着她一路走到黑不成? 那名女子,身上也散发着大妖王层次气息的汪雨冷冷地道,我足与惊凤一脉的仇怨,你不知道。 说这些风凉话有什么意义? 这里乃是我孔雀妖族的地方,容不得你们仨也,想要如何,话出道来就是。 丁浩大妖王淡淡地道,我等事奉了祖庭之命,陪同经奉大妖皇面下,前来彻查七色鹿大妖皇精穴以及冰龙大妖王血脉下落的。 对于冰龙大妖王的失踪,龙皇面下极为愤怒。 这件事必须要彻查清楚,任何胆敢阻挡查案者杀无赦。 我们怀疑,这次的事情与你们孔雀妖族有关,现在,将你们所有的族人都带来此处,等待询问。 但又不从,就是违背祖庭之命。 胡说,七色鹿大妖皇的精穴与我足何干?冰龙大妖皇在什么地方,我们也不知道。 你们这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辞。 汪与大妖王身上气息暴涨,周围的空间都剧烈地扭曲起来。 丁浩,其与两位大妖王却是丝毫不惧。 而就在这时,一层白蒙蒙的光滑扩散开来,在那白色光芒的笼罩之下,哪怕是身为大妖王, 汪与释放出的空间之力竟然都有些诡异地混乱起来。 天狐变?汪涵、汪与脸色同时一变。 论修为,身为资深大妖王的他们并不具丁浩与其语,就算对方乃是针缝血脉,真要打起来谁胜谁负还很难说。 但是,在天狐变出现的那一瞬,他们的心却都是沉了下来。 玩,作者,唐家三少,记得订阅,开启小铃铛,点赞和分享哟。